介绍一下 就是我是尼鹏飞 实际上在很早之前 也就开始做KBIS社区的贡献了 然后像之前的话 在Signode的在Network 然后包括Cloud Provider 做的contribution比较多 然后我在GitHub上面的话 也有一个开源的那个handbook KBIS的handbook 然后大家如果要找我的话 可以在GitHub上面找到我 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今天的正式的内容 然后在首先的话 就是我们要来看一下 what and why 就是什么是Cloud Provider 以及为什么我们在KBIS社区里面 需要这个Cloud Provider 通常我们在听到 这个Cloud Provider这个词的时候 我们可能大部分情况下说的 跟我今天要讲的这个topic 是有点不一样的 在通常在各种 关于云的report里面 或者说那个讨论里面 我们说到的Cloud Provider 实际上更多的是指的 这个云提供商 也就是包括像 Azure啦 AWS啦 华为云啦 阿里云啦 这些在内的各种各样的云平台 然后这些云平台的话 实际上现在也是 在KBIS作为一些最主流的 一个运行的平台 当然也包括像 Barameter这些 那个物理 就是私有的这些环境 在KBIS社区里面的话 我们也有一个Cloud Provider 对应的话也有一个 SIG Cloud Provider 专门去负责 这个Cloud Provider 的这个组件 在KBIS作为KBIS的一个组件的话 Cloud Provider实际上主要负责的就是 把Kubernetes和下面的这个云提供商 作为一个胶水层 把它们连接到一起 然后这样的话就变于KBIS来去更好的 利用云提供商的一些功能 就比如说你去创建一个Kubernetes 内Service的时候 可以到云提供商上面 去创建对应的负载运行器 然后配用对应的 这个健康检测的探针 然后Cloud Provider的话 实际上现在主要在两个组件里面 这个是可配的 就是一部分可以 你把它配到这个 CubeControllerManager里面 也可以把它配到 CloudControllerManager里面 这两个的不同的话 我们接下来还会继续介绍 然后接下来就是 我们为什么在KBIS社区里面 需要这么一个Cloud Provider的组件 这一块实际上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 就是为了更好的去利用云的功能 然后让KBIS 用户可以通过KBIS的标准的API 去直接跟底下的云提供商的功能 进行交互 然后并且可以把云提供商 各个不同的API抽象起来 通过统一的KBIS的API 去跟他们进行交互 然后在Cloud Provider这边 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四个控制器 包括这个Node Node Lifecycle Root和Service这几个控制器 这几个控制器主要是负责管理这个节点 节点的生命周期 然后包括网络的路由的配置 以及包括这个负载运行器的配置 接下来我还会再继续展开 然后刚才提到实际上在Cloud Provider这边 我们可以把它配置在两个不同的组件里面 一个是CubeController Manager 一个是CloudController Manager 然后CubeController Manager的话实际上这一块就是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InTray 就是Cloud Provider的代码 会编译到这个KCM的它的Binary里面去 然后这样你在部署的时候 只需要通过一个配置选项就可以把它打开了 然后CloudController Manager的话实际上是后来抽出来的 相当于把前面提到的这四个控制器 从KCM里面摘掉 摘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的组件 这个组件叫CloudController Manager 然后因为它是一个新的组件 然后它的Binary跟KCM完全解饶了 然后并且它的Report 也不在KB4的Report里面了 所以我们通常把它称为AutoTray 然后除了这两个组件 实际上还有一个CubeLate里面 它也编译了一部分的Cloud Provider的功能 这部分功能实际上也是跟着这个KCM和CCM走的 就是如果是你用CCM的话 实际上CubeLate这边的Cloud Provider 你就不需要了 你可以把它关闭掉 或者说你不给它配这个Cloud Provider 然后如果用KCM的话 一般情况下还是要打开这个CubeLate的 这个Cloud Provider的功能 然后CubeLate这边实际上最主要的功能的话 也是CubeLate的功能的一部分 就是负责这个节点自身的这个数字化 然后在这边的话实际上Cloud Provider的话 他们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实现这个Cloud Provider的这个interface interface实际上就是一系列的够的接口 然后每个Cloud Provider可以有选择的去实现 全部或者一部分的功能 然后根据自己的云提供商的这个状况 去做相应的这个功能的集成 然后再说到这个AutoTrad的话 实际上在整个KBiS社区 实际上大家如果接触过的话 我们KBiS这边很多的组件都在做AutoTrad的这个Migration 这个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把我们很多的这个功能 从KBiS最核心的代码窗户里面结合出来 这样一部分可以更好的去维护KBiS最核心的代码 然后另外一部分的话可以让KBiS自身 跟各个公有云的这个具体的实现去接口 像很早之前我们KBiS里面很多的功能 跟GCP是合得非常紧的 然后在之前可能跟Docker的功能实现比较紧的 所以像现在这些像GCP啦 像Docker可能Runtime啦 然后包括之前的很多的这个Volume的实现啦 然后现在全部都迁移到了AutoTrad的模型里面 所以现在有了各种非常丰富的这个生态 就从存储到KBiS Runtime 再到今天讲的这个Cloud Provider 实际上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生态就出现在了这里 然后每个人每家公司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去实现自己的这个想要的功能 所以这个就可以极大的促进整个开源社区的这个繁荣 OK 然后接下来再来说一下就是AutoTrad的这个状态 这里就是指示提一下Cloud Provider这边的一些功能 然后像Storage啦 像刚才说的这个Cublet ContentRuntime的这些的话 大家可以到那个社区里面再去看一下 Cloud Provider这边对应的话 那个实际上在1.22 1.23的时候 就开始加入了几个FetchGate 这几个FetchGate的话 这两个FetchGate的话实际上就是为了把 Cloud Provider它的功能 从Cublet Binary里面把它给禁止掉 一个的话是Decible Cloud Provider 就是把InTrade的这个Cloud Provider禁止掉 它们的代码 它们的控制器就不在Cublet 那个Cublet Control Manager里面运行了 然后第二个的话实际上是Cublet的一个组件 把Cublet内置的这个Credential Provider给禁止掉 这两个Fetch的话到1.29的时候 也就是下一个Release里面的时候 它们会进入Beta状态 进入Beta状态之后意味着 这两个FetchGate默认就会打开的 所以从1.29开始的话 OtherTrade模型就是KBIS最默认的这个行为 然后这个时候实际上 如果说大家还没有做OtherTrade 这个Migration的操作的话 我觉得现在可以准备开始计划起来了 然后对应的就是InTrade这些代码的话 也会在接下来Release里面 就是慢慢地把它们移除掉 像OpenStack在1.26的时候 也就已经删除了 然后AWS的话在1.27的时候删除了 然后还有像Azure啦 GCP啦 然后还有那个VSphere这些Club Provider 也会在接下来的Release里面去删除掉 然后这边也对应着 在社区里面有对应的那个CAP 去check这些OtherTrade的这个Migration 然后实际上就是这些 云提供商对应的这个Club的ControllerManager的实现 都在不同的那个Report里面 然后这些Report的发布都完全进入了GE的状态 就比如说在Azure上面 我们Club Provider的Azure的实现 已经很早之前就GE了 然后并且已经在所有的AKS的集群里面默认打开了 所以就是大家实际上可以放心的 把已经Trade的这个Club Provider的功能 迁移到这个OtherTrade上面来 OK 前面是简单介绍了一下 就是什么是Club Provider 为什么需要Club Provider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Club Provider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首先还是先来看一下 就是Club Provider 它在KPAS的各个组件里面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因为那个ClubControllerManager 实际上是到1.29开始 就变成默认的行为了 所以接下来的介绍的话 我就以这个CCM为例去介绍 然后InTrade的话 这个后面就不再展开了 ClubControllerManager 实际上刚才提到 这是从KCM里面摘出来的一些控制器 所以在部署的时候 实际上你可以认为它是 ControlPlan的一部分 通常推荐的话 就是可以把它跟KCM一样 采用完全相同的这个部署方式 部署在控制平面上 然后同时的话也要像KCM一样 给它们配置这个多个副本 然后打开这个LeadElection 保证它的高可用 当然实际上这个 这个只是一个最佳的实践的一个推荐 就是ClubControllerManager实际上 可以作为一个普通的Pod 运行在任何的地方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实践的建议 同样的话对于Cublet这边的话 就是用了CCM的话 实际上它的ClubProvider 实际上就可以不用开了 然后Cublet这边的CredentialProvider 实际上也有AutoTrade的实现 AutoTrade的实现应该是在1.28的时候 也GE了 所以就是对于这些InTrade的 InTrade的ClubProvider的话 都可以禁止掉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再来分别看一下 这几个Controller 它们到底是干什么事的 首先第一个的话是NodeController NodeController的话实际上一开始 是运行在Cublet里面的 然后后来把它们抽出来的时候 就跟NodeLiveSync 跟其他三个Controller一样 把它迁移到了这个CM里面来 然后这个Controller实际上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负责更新这个节点的状态 包括这个节点一些MathData的处理化 就比如说它的ProvideID 这个节点的IP地址 然后它的hostname 它的zone 它的region这些 都是在节点处理化的时候 把它更新到这个节点的状态里面去 然后特别是这个ProvideID 通常是用来这个 在云平台上唯一的标志这个节点 然后就是这里面实际上 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这个label 就是一个是region 一个是zone region和zone的话实际上不止在 节点上面使用 在那个高可用的时候 跨region的这个高可用的场景里面 实际上是特别有用的 包括你去调度这些 有状态的应用 包括去调度这个 position volume 它们都会依赖于这些label 然后在旧的版本里面 实际上还有两个label 它们对应的是beta的这个label 所以在为了方便大家去 做这个migration 从旧的版本 迁移到新的版本里面 在那个CCM的这个 Cloud Provider这边 也有一个对应的cool 它可以帮你去实现这个 从旧的这个label 自重地迁移到这个新的label上面来 然后前面说到这个AutoTree AutoTree实际上对应的就是有一个点 就是刚才提到的 可以让各个cloud去实现自己的 这个想要的这个逻辑 这里就比如说 我们看一下在Azure上面 实际上这个node controller的实现 跟在AWS上面 它就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这里对应的社区里面 也有一个cap2328 然后在Azure上面时间 我们在大规模集群的时候 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假如说我同时创建5000个节点 5000个节点同时去 出事化的时候 他们会同时去调Azure的API 去查询这个节点的一些基本信息 这个时候Azure的API就会 很有可能会被throttle throttle之后的话 你接下来就需要重视 所以如果说这个重视 发生的比较多的话 就可能会把你整个集群的 这个创建的过程会被拖慢 所以我们这里做了一个优化 就是我们把这个node controller 从CCM里面摘了出来 然后把它放到一个单独的组件里面 这个组件的话 我们叫它Cloud Node Manager 它是作为一个地面set 跑在每个节点上 摘出来的一个好处就是 它可以去直接去调用 每个节点本地的 这个Internet Method Service 去查询这个节点的GP信息 这样的话它就避免了 去调Azure的API 然后从而实际上 也就没有了这个 Straught利用的问题了 所以这里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在这个 Other Trade Migration的时候 实际上每个controller 具体的实现的话 可以结合自己云的 这个实际的情况 去做对应的 这个定制的开发和优化 然后这个像这个 Cloud Node Manager 比如说你在AWS上面 或者说在GCP上面 他们可能就没有这个controller 就是他们有其他的方式 去解决类似的问题 第二个控制器的话 就是Node Life Cycle Controller 这个实际上主要是控制 这个节点的一些状态 跟云提供商上面的 这个虚拟机 他们状态之间的一致性 就比如说我的节点 我的VM在云平台上面删除了 删除了对应的这个 Node Object在CAPIce里面 也应该被删掉 所以就是这个controller 去把它删掉 然后同时的话 如果说一个节点被 一个VM被关机了 关机了之后 这个状态对应的 也要反映到这个 KPiCE的Node上面来 这边就对应了一个 Shutdown的Tent 然后Node Life Cycle Controller 就可以把这个Tent 加到这个节点上面来 然后实际上 如果说你看最近的 这个1.28的Release的话 1.28的Release里面 还接了一个Fature 叫Non-Grease for Node Shutdown 也就是说 我在Shutdown的时候 实际上它有一个 Grease for Shutdown 和Non-Grease for Shutdown Grease for Shutdown的话 就是Kubelet 它能检测到这个节点 正在被关机 Kubelet可以做 这个Pod的Eviction 可以把这个节点上的容器 驱逐掉 然后掉住到 其他健康的这个节点上 但是有很多情况下 这个节点的关机状态 是Kubelet没法控制的 所以这个只能在外部来检测 在外部来检测的话 实际上就是叫 Non-Grease for Shutdown Non-Grease for Shutdown 一个推荐的做法就是 你可以去检测这个节点 它是不是关机了 如果是关机了的话 这个时候你应该去 触发这个Pod的Eviction 同时的话 对于像这种 有状态的应用的话 你应该把它的Volume 从这个节点上detach下来 然后掉住到 其他健康的这个节点上面来 所以这边就对应着 另外一个 可以在Cloud Provider里面实现的 就是可以把整个的过程 把它给自动化了 但是你看Kubelet的文档的话 实际上它并没有提到这一点 就是可能更多的 可以就是靠用户管理员 可以到节点上面 加上一个那个tent 就是out of service的一个tent 然后有了这个tent之后 KCM这边 它会监测这个tent的状态 然后同时去开始 这个Pod的Eviction的这个流程 所以像这个过程 其实上你就可以在 那个CCM里面 把这个对应的逻辑来实现了 因为这里面实际上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 你来去检测这个节点的状态 是什么样子的 在云平台上是不是关机了 是不是应该触发 这个Eviction的这个操作 然后第三个控制器的话 就是这个RudeController RudeController实际上 最主要的目的的话 就是顾名思义 就是创建这个 在云平台上创建路由 就比如说我们在 这个控制器实际上 跟那个CNR插件 它的实现是仅有合的 就是比如说你用了云平台 提供商的这些 跟它的虚拟网络 直接集成的这些CNR插件的话 这个路由 通常情况下 是不需要的 比如说你用AzureCNR AzureCNR 它可以让 Pod直接从Azure的 这个VNET里面去分配IP地址 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 去创建这个路由 但是如果说你用的不是它 你用了像LinuxBridge 像以前那个 比较早期的 就是在LinuxBridge上构建的 这个Kubernetes插件的时候 它就需要在每一个节点上 有这些PodSeed的这个路由 这个路由的话 如果说你没有开启 这个RudeController 你就需要在 每一台的这个Node里面 去手动的创建Linux的这个路由 现在有了这个RudeController的话 你就可以在统一的云片台上去创建 这就避免了去更新每一个 节点内部的这个路由 OK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这个路由 最后一个Controller 这个Controller实际上是 那个整个Collaborator里面 然后它的功能特性 作为丰富的一个Controller 但是它的最基本的功能实际上 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看到Kubernetes里面 是不是创建了一个Service 并且它的类型是LodeBalance 如果是的话 那么它就去找对应的这个云体供商 在上面去创建一个负载进行器 然后同时的话 给它分配相关的这个 公网IP啦 配置这个安全阻拉 然后配置这个安全检测的这个探针啦等等 然后这一块实际上 它的功能丰富 主要是因为负载进行器 在云平台上实际上是一个 功能非常复杂的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它可能会 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特性 功能特性 然后这些功能特性的话 通常我们在Kubernetes里面 通过这个Service的 annotation的形式 把这些功能特性 暴露到Kubernetes的API上面来 所以你无论是用 哪一个公有云的这个Club Provider 实际上它在文档上面都会提到 它们有一系列的这个annotation 然后这些annotation 就可以用来去定义 你的这个load balance 想要的一些行为 所以对于这个Service来说 它的实际上是 跟云平台的这个实际 具体的实际的话 是紧密相关的 就是你在一个云平台上面的 这些annotation 拿到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云平台上面去的话 有可能是完全不生效的 所以说就是在我们 比如说我们在使用 这个多云策略的时候 我们在不同的云上面 有不同的这个Service去部署的时候 它们对应的这个load balance的annotation 可能是不一样的 OK 说了这么多的控制器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 就是把它们集成到一起的一个例子 就是这些控制器 它们都是异步的 它们到底是怎么样去 在KBS里面来工作的 这边的话就还是以刚才的那个 Azure为例 因为这边实际上多了一个组件 叫那个cloud node manager 然后就是我们开启了 这个autotrade的cloud provider之后的话 然后kuplet这边 它在创建节点的时候 它会带一个tent 这个叫cloud provider uninitializedtent 这个tent用来标志 说我这个节点已经注册到 KBS的control plane里面了 但是我的cloud provider 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处置化 也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node controller 还需要做一些处置化 同时的话在极点刚开始创建的时候 很有可能它的很多的状态 没有ready的 就比如说它的CNN插件 可能这个时候还没有部署 然后这些的话 实际上都是一个极点 最一开始的这个notready状态 所对应的一些node condition 然后这个极点 一旦注册到了极星里面后 然后对应的很多去 握持这个node的控制器 就开始工作了 就包括cube controller manager 那个schedule 这些就会触发 比如说像这种地面赛特的pod 它就开始调度到这个节点上 当然这些地面赛特的pod 首先要能容忍这个节点 是notready状态的 就比如说cloud node manager 它是通常的话 以host network的方式来跑 不依赖于这个CNN插件 它就可以调度到这个节点上 然后的话再去调 incent metadata service 拿到这个节点的基本信息 进一步的话 就是做节点的数据化 出售化完成之后 它就把刚才这个cloud provider oninitialize the tent 给删掉了 同时的话 在control plane这边 cloud controller manager 它实际上也会监测到 这个节点的状态 然后比如说 我给它配置了 要分配一个pod setor 有了这个pod setor之后 这个root controller 就开始给这个节点 创建一个路由 这个路由创建好了之后 就会给这个节点 更新它的网络的ready的状态 这个condition变成ready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 就是还有这个CNN插件 我们比如说用CNN 用Calcure 这些CNN插件 它们也是一个demy set的形式 跑在每个节点上 这些demy set的pod 在这个时候 也会调度到这个节点上 然后它们就开始 去处置化这个CNN插件 CNN插件处置化好了之后 Cublet监测到说 我这个CNN的binary CNN的配置都已经有了 然后Cublet就更新 它自己的状态 变成这个network的 plugin ready的状态 然后等到所有的 这些步骤变成 全部完成了之后 这个节点才会变成ready的状态 然后其他普通的pod 这个时候就可以掉度 到这个节点上面来了 然后这里其实还有一点就是 假如说这个节点 不是唯一的节点 可能前面已经有很多的节点了 在这个节点里面 已经创建了很多的这种 load balance type的service 这个时候来了一个新的节点之后 Cloud Controller Manager 他还要干一件事 就是他要看一下这个节点 是不是加到了这个LB的 backend port里面 如果说他不在里面的话 那CCM就会把它加进去 加进去之后 后面再来了新的pod 来了新的这个网络的请求 就可以把对应的请求 转发到这个节点上面来 所以这就是一个 这几个Controller 他们一起跟Kublet 跟CI插件 整个完整的控制这个节点的一个 出入化的一个过程 接下来一个就是那个service的创建 service的创建的话 其实刚才提到就是 它在不同的Cloud上面 它的实现是最为 差别最为大的一个地方 然后在不同的语言上面 它的功能特性实际上也是 差别非常的大 这里的话还是以Azure为例的话 就是介绍一下我们在创建 或者是更新一个 load balance service的时候 它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的话还是 这里有两个Solid 以及是个ELB和ILB ELB的话就是代表 这个有公网IP的这种 load balance叫external LP ILB的话就是internal IP 就是它对应的分配一个内容IP 它没有公网IP的 然后这在Azure上面 实际上对应在两个不同的 load balance的resource 所以这里有两个虚框 一个虚框就是负责配置ELB 一个虚框是负责配置ILB 然后用户这边去创建一个load balance 类型service的时候 首先我们会先看一下 我们要选择哪一个ILB 选中了这个ILB之后 然后比如说它是ELB 是external类型的 接下来我们就给它创建一个公网IP 然后拿着这个公网IP 到ILB上面去配置 配置它的负载均衡的规则 那个健康检查的探针 然后还有这个ILB的这个backend pool 所以这些配置好了之后 这个ILB的话 它的配置实际上就完成了 当然在Azure上面 实际上我们的backend pool 还有两种不同的类型 就是可以是网卡的这个reference 也可以是这个节点的IP地址 这里实际上也都是用户可配的 等到这个ILB配置好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会配置它的这个安全组 就是让外网可以通过这个公网IP 访问这一个public IP 接下来就是我们在这个service上面 实际上还有很多的annotation 比如说你加了一个annotation 我要同时给这个ILB 创建一个prior link service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继续 在这个ILB的居属上 创建一个prior link service 到这里的话就是 假如说是一个新的service创建的话 实际上这个时候这个节点 就会走到最后一步 update service details 把这个service的IP 更新到它的状态上面来 然后我们这里实际上还多了一步 就是因为一个service 有可能不是新创建的 它有可能是一个旧的service 比如说我通过annotation 把这个service的状态 从ILB切换成了这个ILB的这个类型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或者反过来 我们可以从ILB的类型 切换到这个ILB的类型 在切换完了之后 我们会首先去按照刚才的流程 配置ILB ILB配置完了之后 ILB上面的这些规则实验 还在那里的 所以就有了我们这个最后这个虚框 我们要到这个ILB上面 把对应的这些规则给清理掉 然后这个时候就会选中这个ILB 然后把上面的负载均衡器的规则 它的frontend IP configuration 然后它的backend pull 这些东西再给清理掉 所以这里的步骤就多了一点 OK 实际上刚才我提到 就是我们在各个不同的云平台上面 有非常多的丰富的功能 然后这个在Azure上面实际上也不例外 我们在Azure平台上 也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功能 然后就包括CCM的实现的话 实际上刚才也介绍了 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 Cloud Node Manager 运行在每个节点上 然后这样在处理化的时候 我们可以避免去调用很多的这个RPA RPA减少这个slaught能量的问题 然后我们的这个Azure的实现 从1.21开始就已经接了 所以就是包括在Azure在内 我们很多的集群默认 都已经切换到了这个Azure的model上面来 就是无论说你用那个Azure 作为manager的service 还是用Cluster API的这个实现 实际上现在默认都是使用的 这个Azure的Club provider 然后我们也有官方的一个文档 上面列出来就是 怎么样去配置这个Club provider 怎么样去自定义load balance的各种行为 然后因为所有的这些东西 实际上都是在一个 Azure的model上面来 所以我们做的这些changer不需要去改 这个KBIS最核心的代码 我们的release 然后包括平时的这个backfix也好 都可以跟KBIS的这个发布完全接有的 所以就是Azure的一个好处就是 我们所有的这些Club provider的实现 就可以跟KBIS的这个release接有 你不需要等着KBIS这边release 比如说它那边可能要四个月有一个release 但CCM这边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发布的可以更频繁一些 然后在接下来的一些release里面 我们这边还会有很多的新的功能的特性 包括这个IP-based的这个SLB 然后包括这个在同一个机器里面 支持用多个load balance 就是多个ELB 然后还有这个health prob的优化 然后connection join 然后还有通过delete这个node object 去delete它底下的这个error的vm 然后它的存储这些资源等等 OK 然后前面就介绍了就是Club provider这边 它们内部到底是这些controller 它们干了什么事情 然后还有就是这些controller 怎么样跟其他的 像kuplet这些核心的组件一起去控制 整个集群里面的这些resource的life cycle 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CCM的这个operating 首先第一个就是 实际上在前面也简单提了一点 就是怎么样去运行这个CCM CCM的运行的话实际上那个 要说简单实际上也挺简单的 就是你可以把它等同于这个KCM KCM怎么部署的 这个CCM实际上就可以怎么部署 都可以把它们部署到这个控制平面上 比如说作为这个SytheticPod 然后在比如说你有三个控制节点 每个控制节点上跑一个 然后给它们开启这个Lead election 然后如果说你想要实现这种跨Zone的高可用的话 你可以把这些副本跑在不同Zone的这个节点上 然后这样的话在一个Zone出问题的时候 它可以通过Lead election 切换到另外其他的这个健康的Zone上面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假如说你是通过这个Demenside 或者通过Deployment的方式来部署这个CCM的话 那CCM的话就是因为它跟像CNR插件 跟其他的系统里面的一些组件 它们是有相互依赖关系的 就比如说那个CNR插件 有很多的CNR插件是依赖于这个节点的状态 才能去做数字化的 如果说你的CCM部署依赖于CNR的数字化的话 那就会出现一个死索的状态 所以说在CCM部署的时候 一定要能够容忍这个节点处于NotReady的状态 通常的话也要把它运行在这个HostNet模式下 让它不依赖于这个CNR插件的数字化 这样的话就是假如说用户后面用了这些 依赖于这个节点状态 比如说这个节点上面的这个Zone 或者说节点上面的这个PodSATA这些状态的时候 它们就不会有这个死索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怎么样 从InTrade的KCM的这个ClubProvider 迁移到Out ofTrade的CCM的ClubProvider 然后这个迁移实际上也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实际上最主要就是去改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部署的这些组件的几个配置选项 一个是Kublet上面 你可以打开ClubProvider配置成External 原来可能是GCE啦或者是Irror啦 现在把它换成External 这个换的过程的话实际上就是去每个Kublet的配置 去改一下这个配置选项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KCM这边 KCM这边一开始是配了ClubProvider的 现在实际上就不削了 你可以把这个ClubProvider这个选项给删除掉 或者说像Kublet这样你配成External也可以 第三个的话就是去把CCM这个Component的部署起来 它的部署的话就实际上跟KCM是类似的 就是你可以作为DemonSet啦或者说Deployment啦 或者StaticPod啦把它运行在这个ControlProvider节点上 然后这里有一个注意的地方就是 CCM它需要去操作这个集群 所以说它要有对应的这个Appback的这个权限 包括这个Service的啦 节点的啦 要有对应的这个读写的权限 然后最后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 要打开这个LeadElection 然后这个LeadElection的话 实际上如果说你是在线迁移的话 然后还可以借助于KPS市区里面 我们提供了这个LeadElection的迁移的这个机制 去把它保证这个LeadElection的功能 在整个迁移的过程中间也不中断 这一块的话在KPS上面也有一个 完整的操作步骤的文档 就是大家在操作的时候可以去参考一下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就是这个 怎么样去build一个新的CCM 实际上现在开源社区里面 我们现在这些主流的公文云平台 都有这个CCM的实现 其实大家去参考一下这些公文云的实现 就可以大概知道这些CCM到底是怎么实现的 这边其实在社区里面我们有一个基础的库 就是Cloud Provider这一个Library 这个Library里面一方面包含了这个Cloud Provider Interface 前面一直提到的这几个Controller 在社区里面提供了对应的这个Interface 然后这些Interface里面其实每一个都是可选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实现相应的接口 然后对应的这个Library里面还有这个每个Controller的实现 包括前面提到的这个四个Controller 在这个Report里面都有的 你可以把它们根据需要把它们那个看看是不是要打开 或者说参考他们实现自己的这个Controller OK 然后这里面就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就是这里这个Intense的API它有两个 一个是Intense 一个是Intense V2 这个Intense API的话实际上是很早以前 我们还有那个绝大部分的Cloud Provider的实现 都是InTrade的时候定义的一个Interface 然后后来我们在这个迁移到Out of Trade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个接口它的实现的话 那个不是特别友好 所以后来我们又增加了一个Intense V2的这个Interface 所以说后面我们去做这个CCM的时候 就是实现这个Intense V2的接口就好了 但实际上这个不是必须的 就是在我们的Controller里面实际上我们会检测 就是这个实际上还是为了保证跟旧的版本的 这个Controller的实现兼容性 我们会检测这个Interface是不是实现了 如果实现了这个V2这个Interface 然后我们就走这个V2的这个Interface 去操作这些接点 但如果这个接点没有时间的话 默认的话还是走的这个Intense的这个API 对这个就是一个可选的 但是推荐的话大家还是用这个Intense V2的这个接口 这个接口那个用起来会更为方便一些 OK 前面就是 我就是Club Provider这边的一些那个最主要的一些功能 最后的话就是作为一个开源社区 我们欢迎大家对Club Provider这边各种形式的这个贡献 包括去参加我们社区的会议 我们有一个BiWeekly的一个Meeting 然后大家可以有任何的想法可以到社区会议上去提出来 然后如果说你具体用了某一个具体的Club Provider 比如说Club Provider Azure 或者Club Provider 或者是阿里云了 然后我们在同样的一个WikiPage上面 也列出了各个不同Club Provider的一个Think Hub的Meeting 这个Meeting通常是Monthly的 然后你可以也可以到这些对应的Meeting里面 比如说你有些问题或者有些那个Fature Request可以去提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在代码上 在Report上面欢迎大家去发现了任何问题 可以去到GitHub去开对应的ECL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Fature Request 有功能的需求可以去提对应的Fature Request 或者去参与讨论我们现在一定有的这些CAP 然后我们现在有很多的E2E的测试 现在也在进一步的增强 特别是我们要把E2E的功能 跟具体某一个Cloud的实现进行GEL 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后面还会有很多的 很多的Work去把E2E的功能进一步的增强 最后的话就是我们这边的文档实际上在不同的Cloud上面 它的文档的完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也欢迎大家在碰到了各种文档写的不完善的地方 可以去把这些问题提出来 或者说那个Contribute去把这些文档进一步的完善 OK 好的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